通缉犯冲撞警车逃逸 贼心该败落网 这是高雄市警方正房车行车记录器拍下的画面 这个月4号下午警方前往小港区 查契毒品通缉犯36岁的潘冲昕 我们7月4号就在他的住屋台湾 跳4点的时候 把汉弦跳出门的时候 我们的同人就冲出去 他知道是警察以后就开车冲撞 警方点开死箱嫌犯汽车逃逸 抢走路人机车后逃离 警方在嫌犯屋内起货制造安毒原料麻黄素 及改造手枪 以及制毒制枪工具 昨天并在大辽一家电玩店 不费一枪一弹将他逮捕 嫌犯落网时还吃惊的说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警方称讯后昨天将他移送法办 动新闻高雄报导 动新闻高雄报导